这是一片你花上千万都买不到的面膜 毁容的女孩只是贴了一片 瞬间就恢复了原来的模样 甚至比30岁的自己还年轻了40岁 这感觉就像回到了娘胎 为了验证自己的颜值 她来到了医院的泳池里 轻松就撩到一名刚整龙的演员 两人就这样亲了起来 可就在这时 阿珍嘴一抖 把她的嘴唇咬伤了 这过激的行为 让她害羞地当场离开 留下懵逼的男人懵逼在了原地 第二天 她马上找到医生说明了情况 让她无比地自信 就连主动约她的靓仔阿强 都被她无情拒绝 甚至前时尚公司的老板 都求着她回来工作 在酒吧里 还吸引了不少男人的目光 以前没享受到的生活 现在都能随时拿捏 可谓是爱情工作两不 但她每一次兴奋过头后 都会爆发嗜血的欲望 可这好日子没过多久 意外却再次降临 她在家设计服装时 突然感觉肚子不舒服 刚想拿药来吃 却不料 剧痛感越来越大 还没来得及吃 她就倒在了地上 她醒来后 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饿 她打开冰箱 拿出生牛排 拆开袋子猛舔一口 细品一下 发现味道太耳塞了 于是喝干了盘子里的血水 突然 她又转身吐了出来 而这一系列的反常操作 正是免费整容后的副作用 与此同时 她咬伤的那名演员 在拍摄现场也变成了丧尸 当场咬死了搭戏的群演 此时 阿珍并不知道 自己的身体正在慢慢变异 男孩子出门一定要小心 可能会有一个美女正在尾随你 只见阿珍盯上目标后 一路跟着她来到了小车旁 男人心想 这主动送上门来的女票 不要白不了 便邀请她上车打算去兜兜风 可阿珍的眼神里 透露的都是嗜血的欲望 她咬了男人一口 并说道 话音刚落 男人就被阿珍当场开婚 然而 阿珍醒来后 看着手上的血迹 浑然不知自己昨晚吃了人 于是 她来到整容院找到医生 告诉了自己整容后的变化 她说每天都感觉非常的饿 甚至开始喜欢鲜血的味道 但医生还是和之前一样 安慰她只是幻觉罢了 很明显 医生给她免费做的整容手术 都是在测试新材料的作用 询问无果后 阿珍只能来到公司 将自己的设计稿交给老板 她以为自己设计的新红服装 会被老板否决 没想到 老板竟然非常的喜欢 还给她安排了时装秀的项目 而阿强也趁此机会 约了她一起吃饭 可两人来到餐厅后 阿珍却感觉嘴巴有东西 她来到厕所掰开嘴巴一看 里面竟长满了獠牙 看到此景 她匆忙地回到了座位上 着急地想要离开 突然 一个男人冲破玻璃撞向他们 阿强赶紧把她推到一旁 可男人起身后就开始撕咬人类 见状 阿强拿起灭火器迅速干掉了她 缓过神后 阿珍已然不见了踪影 此时 医院里出现了许多类似的患者 他们浑身抽搐 对着人撕咬咧嘴 医生本以为是普通的病毒 可他们看到第一个变异者时 却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 而整容院里的那些用过新材料的人 都发生了变异 随后 从餐厅里跑出来的阿珍 独自钻进了小巷 路过的大爷刚想帮他 却被变异后的他当场开婚了 而阿珍也在当晚 做了个奇怪的梦 他看到一群诡异的护士在给他拆绷带 而自己的脸则是一面戏盘 直到他醒来后 早已睡在了床上 依旧记不起昨晚的事情 而自己每天喝的药 竟是调配好的血浆 这让他对医生起了疑惑 但今晚正是他的时装手绣 他不得不先前往公司 可他并不知道 一场可怕的丧尸危机即将爆发 闺蜜急匆匆地来到化妆室 拿起一杯水猛地炫了下去 他告诉同事 自己来时的路上 被一个路人咬了一口 但为了阿珍的时装手绣 他还是赶了过来 可他现在的状态 很明显就是变异的前兆 此时 城市里被感染的人越来越多 丧失病毒已经扩散开来 很快 阿珍接到了医生的电话 告诉他赶紧来医院复查 可今晚刚好是阿珍的手绣 他果断拒绝了 随后 他来到后门打电话给阿强 突然 身体的副作用又出现了 他痛苦地跪在地上 止不住地颤抖 并发出阵阵惨叫 这时 两个愣头亲看到了他 男人刚要拍视频发朋友圈 突然 一根吸管从阿珍的割之窝飞了出来 当场割死了男人 而另一个则被赶来的阿强 两拳打晕在地 看着阿珍那可怕的吸管 阿强果断脱下衣服盖住了他 还给他打了一针神秘药水 接着抱起他离开了现场 而前脚刚走 被他吸管攻击过的男人就变异了 静止站了起来 此时 阿珍已经回到了化妆间 他醒来后 就看到阿强要拉着他去整容院 可他不想放弃手绣的机会 便推开了阿强 走向了前台 很快 时装秀开始了 一个个模特走向T台 但有些人却突然抽搐 这突发情况 让阿珍猝不及防 而阿强也看出了猫腻 他来到阿珍身旁劝他 但怎么都听不进 这时 一个女孩被推出了后台 满脸都是咬痕 接着出来的正是阿珍的闺蜜 只见他满嘴是血 看来已经变异成了丧尸 他推开了所有模特 来到老板面前果断扑了过去 当场把老板开昏了 而外面那个变异的男人也冲了进来 顿时间 时装秀变成了丧尸乐园 阿强见状 赶紧拉走了阿珍 很快 他们来到了整容院 阿珍已经意识到是自己的变异 才带来的灾难 但医生却不断安慰他 并拉着他来到一处房间门口 等两人走进去后 房间门瞬间被关上了 而医生也摊牌了 阿强就是他派来监视阿珍的 只见医生按下开关 一盆血水洒向阿强 阿珍嗜血的欲望瞬间被挑起 医生不断怂恿阿珍吃掉他 但阿珍显然已经喜欢上了他 突然 阿强在身后发现了一个怪异的女人 他正是医生的老婆 原来 医生一直在研究永生实验 他的老婆就是第一个实验者 虽然得到了永生 可体内的细胞变异后 他就变成了这副模样 此时 阿珍已经控制不住自己 他的吸管再次出击 瞬间送走了阿强 看着这一切 他怒了 抓起40米大刀 直接干掉了医生的老婆 随后来到玻璃前 亲手领了盒饭 过了几个月 丧尸病毒莫名其妙地消失了 而人类也没能找到变异的源头 只见医生打开房间的灯 阿珍完好如初 看来 医生的永生实验成功了 而阿珍也被永远地困在这个房间里 好了 我是夜球 我们下期见